活動的剛開始發益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禮拜二 因為蘇花公路中斷 我們的蔬菜沒辦法運銷到台北一二四 因為吉安農會是全縣十三鄉鎮 共同運銷 當所有的農作產品送到大台北 最大的一個擠握市場 那我們每一年大概都要擠握四千五百噸 所以在禮拜二的那個時間 我們將近有三噸多的菜沒辦法出去 那禮拜三一樣蘇花公路的中斷 我們的菜還是沒辦法上去 那因為我們的整個育冷的設施 雖然今年中央有補助 可是還未施設好 所以我們的育冷設施 原則上以現在的冷藏技術 只能冰成三天 第三天我們的農需菜 白頭酒菜就會開始黃夜 那它就會沒有賣下 所以在昨天早上蘇花公路 宣布中斷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蠻緊張 因為禮拜二禮拜三的貨都出不去 那在跟鄉長討論的時候 鄉長就覺得說 那我們應該要把禮拜二禮拜三的菜 做一個舒緩 讓農民的損失 減少到最低 所以我們才會有今天這個活動 請問你直接買可以嗎 蛤 直接買可以 可以 100多少 150 150 150 對 好的 大姐怎麼會想說來這邊買菜 好可愛啊 那 豬農民是每個人應該有的責任 OK 所以有沒有券沒有關係 直接買就對了 直接買比較快 太多人太熱情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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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